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 我妈妈就是一个 完全对年龄 不会去降服的人 比方说她五十岁 五十几岁才开始学电脑 她现在都是可以 她那些什么佛经啊 或者对身体健康 她可以自己剪接 自己剪接影片 然后我父亲 从来也没有把年龄 放在身上 她就老顽童嘛 要不是后来因为失智的话 她不知道玩到几岁 她从来 我觉得她们就是 她们两个就是一个 从来都不会限制自己的人 所以我也觉得 没什么好限制的 Why not 像我明年要六十岁了 那我们现在求的快乐是什么 每个年龄 有每个年龄的快乐嘛